中国营联数据 一个重量级的客户 就是中国营联数据 他们会有很多的业务 只能是在半夜 比如凌晨2点到3点之间才能中断 这个时候才能去更新证书 我们这边的技术人员 就会全程配合客户 客户对我们的技术服务 是非常地称赞 就是希望能跟我们长期合作下去 因为这几年我们主要的努力 是致力于SSL证书的自动化 致力于推广HTTPS的普及 用户提出对SSL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就自主研发了MPK的平台 本土化的可以方便用户去管理他的SSL证书 我们也研发了我们自主的 MySSL的产品 对它进行一个持续的监控 所以我们接下来 期望用户可能想到Trust Asia 不仅仅是跟现在的SSL HTTPS 后面还会关联到ROT 关联到PKI 中国目前的网民应该是全球最多的 那么每个用户现在已经完全离不开互联网了 主要是体现在两个地方 一个方面是产品技术方面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我们要讲到 因为中国的地方比较大 所以像CA的证书的比如说OCSP CRIL这些服务器 它一定是要放在中国的境内 可能才会让中国的用户使用起来 速度会更加快 另外一个层面可能是 站在国家的法律法规 因为中国可能相比一些其他的国家 会有所不同 所以就会要求这些国际的CA 它可能是需要把一些服务器 它一定要放在中国境内 包括里面使用的一些加密使用 中国政府主导的一些密码算法 我们感觉到DigiSert这样的团队非常的专业 正是我们想要寻找的那样的合作伙伴 然后再加上DigiSert的小伙伴们都非常的Open 跟我们的交流都非常的通畅 我们很开心与这样的团队保持着长期的合作